诶 重来是 看到直播画面 还有听得到声音的 请按2好吗 气死我了 刚刚相机挂掉 听得到请按2好吗 听得到请按2 我看一下那个 看一下画面 他看不到自己的画面 等一下 有了吧 看得到 听得到请按2 看得到请按2 听得到请按2 啊太棒了 啊重来一次重来一次 等一下有回音吗 声音关掉 啊 ok 啊 谁肚子饿 赶快去边吃边看好不好 啊我把那个刚的话题讲完后 花10分钟就好了 10分钟10分钟把它讲完 刚才有讲到就是 我又上礼拜把他拆 前几天我把他拆成那个 悠悠班的那个line的群组 后来拆成悠悠班群组之后呢 就开始有很多人问问题了 而且这些人之前都不问问题的 是不好意思问啊 不敢问问题 所以呢 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都问了什么问题 假设你今天 加入了这个终身学员的话 你不要害怕去问问题 因为大家问的问题 其实没有比你高干 没有比你聪明 大家都是感觉好像自己是电脑白痴 事实上你问的问题就是别人的问题啊 所以你不要害怕去问问题 所以我今天呢主要讲这 八个就是这两天收集的八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呃第一个问题有同学问到说 那个笔记型电脑要买多大 或者是桌上型电脑的效能 应该要买什么样的效能才ok 很简单 我刚刚讲的1920x1080的解析度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桌机桌上型电脑 一定都有这个1920x1080的解析度 如果没有的话 拜托你问一下那个卖电脑给你的人 你一定要调到这个解析度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很多团体 他打开的那个画面 比如说我要按储存 那个储存按钮都会在右下角 那那个电脑萤幕如果太小的话 你在右下角会找不到那个按钮 因为他超出了电脑萤幕电脑画面 所以按不到 按不到你会很困扰哦 那根本没有那个画面可以按 没有那个按钮可以按 所以画面一定要有1920x1080 记得 不管你买几寸的电脑萤幕 假设你今天是买13寸的 他有提供1920x1080 ok可以买 但是你的眼睛会很吃力 眼睛会很吃力 因为画面那么小 你要塞进这么小的字 字就变得很小 虽然它很清楚 可是字会变得很小 容易对你的眼睛造成压力 所以不建议 如果你一定要买笔电的话 建议你最好买14寸到15寸 比较大 会比较舒服 虽然你带着走会比较重 可是带着走的那段时间 其实不会很长 可是你一旦放在桌子上 看电影那个时间其实蛮长 所以我建议 一定要有4HD的画质 就是1920x1080的高画质 高解析 那如果是CPU的话 建议叫i5以上 这个Intel的CPU i5以上 最好能够到i7 最好 i7在编辑影片的时候 CPU会百分之百的跑 CPU的效能会发挥到百分之百 所以i5跟i7在编辑影片的时候速度就有差 这个一定要 要记得 当然i7一定比较贵 而且贵好几千块 还有记忆体最好要8G以上 记忆体如果太少的话 一旦记忆体用满了 电脑就当机了 电脑就当机了 所以记忆体最好最好8G以上 那我的多少 我的有16G 我的有16G 如果要编辑很大的影片的话 那32G都32G都还算最基本的 不是G 然后呢 呃 硬碟硬碟 硬碟当然是越大越好了 1T或者是500G 好吧 那笔电的话大部分都是500G 也有一T啦 像一T也算蛮普遍的 但是如果说你可以用固态硬碟 SSD的固态硬碟更好 因为SSD的固态硬碟它跑的速度 比旋转式的一般硬碟快好几倍 不想快几倍我不知道 但是呢 开一个Photoshop这种软体 在一般的电脑硬碟里面 开可能要超过5秒或10秒 但是呢 用这个SSD的硬碟 可能在3秒钟之间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所以这个非常节省你的时间 花一点钱啦 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比较深入一点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呢 这个问题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 好 ok 第二个问题呢 有人问说 奶爸你在那个内容行销里面 是否主要是在LINE上面去做 看有时候你会连到脸书 有时候又会连接到你的网站 然后 是不是每一个人他主导的曝光工具都会因人而异呢 好 内容行销主要目的是什么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别人长期关注你嘛 因为人跟人之间的认识跟了解 不可能在当下 而且你要卖人家东西是要别人掏钱 所以呢 如果别人认识你不够久不够深的话 你要人家掏个几千块几万块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你本身的知名度品牌够大 就是说你就是一个PC home online的商店 那shopping PC home这种 PC home购物它本来就是一个大品牌 在上面买东西我根本就不会怕 所以你可以当下决定就跟他买东西 假设说你今天跟牛奶爸买课程 你从来都没有听过牛奶爸是谁 今天就叫你花五万块六万块去跟我买课程 怎么可能 就马上加入中央会员 不太可能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花了半年 一年甚至我前几天有同学是花了三年的时间 认识我三年了 然后才跟我说 他已经看我三年的很多影片 还有很多教学生看很多时间的演讲 他觉得OK 我这个人应该不会跑掉 好那他就愿意加入软人包的这个 这个终身学员的行列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刚开始的初学者 你要一开始就希望人家掏钱付给你在网路上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除非你的单价很低 或者是你卖的东西本来就不是你的 是本来就已经有品牌的东西 那人家是因为冲着那个品牌 而且单价不高 所以付钱给你 给你买那个东西 所以是差别是不一样的 那内容行销最主要就是在经营 让别人可以认识你 让别人可以很久的时间去关注你 那你就有内容啊 不能在看你干嘛 对不对 就好像我现在播直播的东西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我可以帮你解决哪些问题 假设这些问题都能够符合你的需求 解决到你的问题的话 你才会觉得说 OK啊那我加入那个 NN8的终身课程的行列是值得的 所以呢 内容经营里面主要的目的是巩固粉丝 所以 可是现在平台有很多啊 像 Facebook line blog 官方网站 那一开始呢 其实你 不会知道客户到底从哪边来 因为 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 有人花在Facebook的比例比较少 有的花在line的比例比较少 那有的人可能是看部落格比较习惯 可是呢我的做法是这样 你仔细听一下 给你做参考 我有写下 我写很长 我最近要整理这个50个或100个FAQ 就是要整理给我们懒人包的初学者 最常会遇到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我部落格我主要做什么 如果你搜寻流奶爸三个字的话 你在Google那边看到的第一笔资料 应该是我的部落格的自我介绍 因为呢 我那一页自我介绍拉的最长 内容最多 有个好处 因为内容很多 很长 所以呢 看的人会停留很久 那里面又有我的影片 所以看的人会停留可能超过5分钟 甚至 之前有一个朋友 不认识的人 他训练给我说他看了我的自我介绍 他看了一个小时 那看完一个小时之后 他会有一个效应 就是他会对你有充分的了解 那我们在做网络行销 跟你到外面去认识很多人 交换一大堆名片 是完全相反的 我的工作 以前我会到外面去交际 很丑一下 就是发名片 然后认识很多 现在这种事情我比较少做 因为我把焦点放在 后来我要让很多人认识我 而不是我去认识很多人 如果你是业务的话 你可能是到处去交换名片 去认识很多人 然后推销你 可是行销是相反的 行销是我要去大量的曝光 然后让很多人来了解我 看我的东西符不符合他的需求 然后他才来跟我买 那这个角度会变成我在挑客户 不是客户在挑我 这样了解吧 所以为什么 后来我会觉得网络行销 它的效益非常的大 就是因为你只要专注一件事情 大量的去曝光有用的内容 给对的人在对的时间 那这些人他成为你的粉丝 他觉得你的东西是有价值的 密码东西 这是一个很大的诉求重点 所以呢 我的部落格主要是用来收集图片 影片 还有我写的文章 他会帮助我的SEO SEO就是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搜寻引擎优化 一旦搜寻引擎优化做好之后 其实我们很刻意去做SEO 有一个很简单的原理就是 所有老师都会把它讲得很艰深 就很艰深 可是呢 你要想一件事情 当你在思考SEO怎么做的同时 那些很大的部落格网站 他们有没有在想这件事情 有啊 对不对 那这么困难的事情 你就不要去想这么多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哪些是巨人 比如说Google部落格算巨人 oplus.com这种部落格平台 他也是巨人 还有匹克邦 Suite HiNet的这个部落格 所以他们的工程师 本身就已经把部落格的这些内容 不是内容 这些格式 他已经把它SEO的非常好 也就是说 只要你在部落格里面 专心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创作 只要在部落格里面专心写文章 专心的去po照片 po影片 那你的重心程度 就是展现在那些content 那些内容上面 就好了 你不要再去管太多 那个SEO怎么设定什么怎么设定 不用 我在美国的wordpress.com 这个部落格里面 我从来没有去做任何什么SEO的设定 我只有专心的去写文章 然后里面的文章 目前已经超过400篇以上 所以这几年有很多媒体 他们都是看到我的部落格来找我的 OK 所以我节省了很多时间 很多人在那边设定SEO 然后上很多SEO的课 我跟你讲 那些都是原理 但是那些都有人做好了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专心创作 OK 专心创作 不要去抄袭 有很多软体说什么 去自动截取部落格文章 自动截取别人的文章 然后多多多多 多有一大堆文章 然后放在自己的部落格 那个叫伪原创 伪造的伪 伪原创 这种文章我非常的不认同 因为 假设网路上有非常多伪原创的话 那看到的人会做何感想 看到这些废文啊 对不对 看到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啊 你这边抓一块 那边抓一块 那机器判断这个SEO 可能是还不错 可是真人看到的那不是东西 会感觉不穿到底在写什么 所以在部落格里面呢 我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把很多过往的资料 会把它放上去 它是一个整理 而且呢 它有很多类别的设定 所以你可以去分门别类你的所有几百篇 或几千篇的文章 你可以把它分门别类去做设定 让人家好搜寻 让你自己好搜寻 那你分类分好之后 假设今天有一个客户或一个访客 问你一个问题 我就很容易的去找寻 我里面曾经写过的文章 然后呢 blog有个特性就是 每一篇文章都会有一个主题 一个网址 对不对 所以我只要点进去该篇文章 把那篇文章的网址复制 然后直接贴到 那个line给对方 或者是贴到脸书 回答对方的问题 只要贴个网址给对方 他就可以从头到尾把它看完 这是最大的重点 所以我很喜欢blog的特性是这样的 可是呢 有的人他会觉得说 blog落伍了啊 现在干嘛写blog 错了 假设你今天不写blog 你就没有办法像我刚刚讲的 把那么多东西整理在一块 而且因为blog可以整理图片 可以整理影片 可以整理文字 把它放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主要的目的是他好找 你找得到 甚至搜寻情也会因为这样子来找到你 这是最大的重点 让搜寻情自动找到你 等于让客户自动找到你 要付钱 用一毛钱的付钱 所以我上个月的广告费是0元 是我的学生上个月 这一个月来了 这二个 二个 广告要费0元 可是我这篇blog我写了5年 再加上我旧的blog 我加起来总共写了 2007到现在总共写了9年 你愿不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去经营 要看你自己做的事业是要长久 要短活力 给你做参考 第二个 部落格的某一篇文章 贴在脸书的话 有人会问说 那blog跟脸书之间我要怎么去平衡它 我会这样做 就是在blog的那一篇文章的网址复制起来之后 我会把它贴到脸书去 脸书会自动去截取这个blog里面的其中一个照片 通常可能会截取第一个照片 所以如果我希望看一个照片吸引人的话 我就会把它摆一张我喜欢让别人看的照片在我的blog的图片 然后呢脸书它会截取这个图片当做在我的脸书上面的一张大图 那网友如果点击那张图片 他会连结到我的blog去 为什么这样有好处 因为呢 他连到我的blog去 假设说因为你看我现在的 Facebook的好友已经有4000多人 那这4000多人里面可能有 四五百人会看到 甚至再更多一点 他们看到这边文章如果有兴趣 点那个大图 连过去的话我的blog会产生什么效应 是不是当天就会有四五百个流量 跑进我的blog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我的blog每天固定都有三五百个人在浏览 那我把假设500个人再加上这400个人 是当天就有900个人来浏览 那搜寻情就会知道 哎呦你这个blog真的有人看哦 而且常常每天都有人看哦 自然搜寻的来客量每天都大概300到500 我的blog平均不多 是为我创造收入我就觉得还不错 假设说我可以让我的blog每天都破千 甚至破万的话 可以想想看 想想看 这个收入可以乘以几倍 第三个问题 呃不是第三个问题 同一个问题啦 有人问说那 FB去经常贴文呢 人家贴什么东西 我会这样建议啦 不只是贴专业性的文章 你也要贴生活上的文章 因为呢客户他要了解你的专业 但是他更要信赖你的为人 假设说你的专业是ok的 可是你的为人不ok 或者是他根本无从了解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就不敢跟你买 不敢跟你买呢 钱就掏不出口袋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呢 FB它本身就是一个展现个人形象的 一个重要工具 里面要去穿插 像我刚刚的穿插方式 你有没有听出来 专业文章我把它放在我的blog 生活小细节好玩的事情 吃完了我会把它放在FB上面 所以你会看到我的FB上面 可能有一些每天日常生活的东西 可是呢中间就会去穿插 我的一些blog的文章内容 因为blog文章内容比较专业 所以我会把它穿插进去 点击之后连到我的blog文章 那他就会看到比较专业的内容 就把它收集到我的blog里面 好 然后呢 第四个讲LINE LINE是目前所有人都会用到的平台 每个人都在用LINE 台湾目前超过1700万人在使用LINE 所以在LINE AT的收集好友数量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LINE AT的收集好友 你说 可是我的客户不用LINE AT啊 他不用LINE AT生活圈啊 你那个观点是错误的 客户本来就不会用LINE AT生活圈 你也不需要告诉他LINE AT是什么 因为LINE AT是商家本身去下载的APP 所以呢 一般人不需要去使用 他好像LINE AT生活圈 比较类似粉丝团的概念 比较类似FB的粉丝团的概念 你只要让别人成为你的粉丝 成为你的LINE AT的好友就可以了 LINE AT他发送讯息的时候 他可以全发 发送讯息全发之后呢 很多人会看见 那如果用单纯你自己用LINE 的话是没有办法的 你必须用LINE AT去全发 呃 下时间 的话等一下要断线 讲太多等下断线 好了 再来 假设没有萤幕的话就算了 你用听的 假设这个 呃 官方网站好 再来讲到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的表单是可以收集 访客的email或者是LINE AT的名单 所以官网很重要 因为官网是你自己真正属于你的地盘 万一你今天有 有一些误会被别人误解 你要做澄清 就是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去做澄清 或者是自己的部落格去做 那官方网站很大的重点是说 它就是代表官方 就是代表你自己代表自己的公司 所以一定要做 然后呢 它可以自由的发挥 你不管图的大小 都不会受限制 假设你今天只有脸书 或者是只有部落格 你可能登上去 那个图片会被压缩 会被裁切 那就不是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可是你在自己的官方网站 你要怎么做是你的 而且假设你今天 要去搜集Code的名单 你要做表单 在官方网站 比较方便 然后呢 把流量引到官方网站也比正式 假设 我举个概念给你听就好了 今天在台帽 或是在百货公司设柜 那 你自己没有自己的店面 要会有什么感觉 有一点点感觉 你好像路边摊 一直在那边设柜 没有品牌 一般来讲 有品牌的人都会自己再拉出来 这个自己的公司 点面 为什么东京卓宜 这么知名的 人在网络拍卖 红起来的一个 卖衣服的品牌 最后他要成立自己的公司 要自己的官方网站 其实很简单 在很多 在很多平台上面去露出 譬如说雅虎拍卖 五点拍卖 或者是雅虎购物 PCM购物 都可以去卖你的东西 但是那个都只是 一个 一个庄柜而已 那只是一个庄柜 最终我还是希望客户回到我的店 回到自己的官方网站 我要把流量做进来 让我的SEO才会好 对 所以官方网站很重要 而且你可以去 迁入你自己的影片 迁入到自己的官方网站 第六个我们要讲的就是公开的影片 都要放在YouTube 为什么 YouTube目前是第二大的搜寻 所以 一定要把影片放到YouTube去 然后呢 自己的官网或是部落客的影片怎么办 你再去把YouTube影片迁入 这个我们在网 从网络行销懒人包里面的Weberley的 网站架设课程里面都有讲 只要把YouTube影片迁入就可以了 那这样就不会占据掉你自己官方网站的流量 不会占据你的流量 为什么 因为他看你的网站的时候 只有图片跟文字 是占用掉你自己这个网站的流量 可是呢 在播放影片的同时 因为是从外面迁入的 所以他占用的这个影片播放的频宽 是占用掉YouTube那边的频宽 OK 这个道理理解吧 好 那刚刚讲的这些部落格 官方网 官方网站 LINE LINE的生活圈 Facebook 的这个行销 还有部落格的这个content 要摆在哪边 就是说在台湾有各帮 Suite 就是HiNetSuite 还有 Google的部落格 他是国外 但是免费嘛 而且没有广告 然后还有我自己用的Wordpress.com 也是免费的 一个账号密码 你就可以使用他了 那这几个平台你要善用 可是呢 他有一个缺点 假设你要做大陆的生意 这些平台都不适用 大陆有大陆的行销 大陆有大陆的平台 因为大陆很锁国 所以封锁的锁 锁国 所以大陆的 如果你在大陆里面 你要看到我刚刚讲的这些平台 是会被中断 会被封杀 会被封锁看不见的 OK 所以大陆行销呢 跟这一块没什么关系 要用他们的微信的工具 还有其他QQ的工具 OK 好 这几个平台啊 就是我目前会使用的网络行销平台 那你说还有没有再更多 哦 跟你讲 有啦 还有什么Instagram 还有LinkedIn 啊 问题是你有那么多时间吗 你有需要赚那么多钱吗 如果你有需要 那你就再聘个员工 去做其他更多的平台的曝光 那我自己呢 我目前是刚讲这几个平台 在交叉运动 交叉运动 然后透过Light at 去收集大量的在分 所以目前我的Light at 你去看我的Light at 假老鼠Liubaba 如果没有加的话 你加一下我的ID 假老鼠Liubaba 我把这个ID加进去 你会看到我目前的 数量有9000多人 然后被封锁有2000多个 所以实际数量将近7000人 等于说我只要群发一次 1000个人会收到讯息 真正会打开的人呢 可能半身的更少 没关系 每次打开都有破千人吧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搜集名单最大目的 那你搜集的名单 如果是email呢 有没有效 也有效 例如说 搜集2000到3000个email 发出去的读取率呢 好一点的话大概是28%到30%左右 等于说 1000个人里面有300个人看到 那我2000个名单就有600个人看到 所以你要发email或者是发light 我建议同时发 那这两个名单 你要怎么去收集 我建议两个都收集 OK 那lightlight是比较方便 就是对方只要点击一下 他就会直接成为好友 比较容易收集的 但是他也有风险 什么风险 因为你看不到对方的电子邮件 所以假设今天LINE这家公司 无预警的封锁你的light帐号 都可能 假设你发的一些内容是 他们不允许的 那你被封锁的可能是有的 对这个要注意 你就算收集light 你也要收集我的email 还有手机 最好是这样同时做 OK 好时间不要讲太久 现在已经八点半了 我本来是想说七点半开始讲 讲到八点我就 八点档就直接发那个 那个那个 直播的这个影片过去就好了 这来不及了 所以我刚八点档已经直接发出去 今天直播没有时间发八点档了 所以看这个直播就好 然后呢今天是6月30号 月底楼月底楼月底楼 所以网络行优蓝帽的优惠呢 就到今天晚上 OK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请在留言留言板里面呢 告诉我然后呢我就直接把 呃 只有五段影片 对不对 其实说五集 七段七段影片 因为最后集有三段影片 如果你 还不及看完的话呢 你赶快来询问我 我再把影片贴一次 那你赶快去看 看完之后呢 有问题你赶快问 因为就在今天晚上12点 OK 好这样 下次再见 我是牛奶爸 网络行优八点档 明天晚上八点见 拜拜 来 尺寸流 做个名字的手势 融合 我来说 再来 好这样 我来说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